好像车子刮到的声音就是 咻咻 有点微弱但是听得到 而且感觉得到的声音 不是灵异事件哦 嗨大家好我是Maggie 车子已经满一年了 这次呢要去高雄 所以再来实测一下现在的油耗状况 Check it out 车子半年的时候有分享过油耗试测 我当时用的是一般模式 这次我开省油模式 再看看大概的油耗状况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先来去加满油 我之前旧车用的是98 所以就用98继续加 有一些留言就是建议 其实不用加到98 看了手册 这台车子加95或98都可以 所以呢 95加满 95加满 是 谢谢 这半年来都是使用油 现在看到的数据是从半年前 油测的时候归零到现在 里程数已经来到13000 油耗是12.3 好把数据全部归零 开到省油模式 OK 好 那我们就上路咯 这是测试两个人上路 体重大约是130公斤左右 冷气大部分的时间是23.5 原则上这一路上都还是使用 Colpilot 360的半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先走国道3号再接到国道1号 上路后油耗很快来到16.5 这一个路段发生了塞车的状况 时速甚至一度降到20 就这样大概开了大约三四十分钟 在桃园附近油耗就降到15.7 过了台中我们想找服务区休息一下 结果不小心走错路 绕了一圈 七罗休息再休息一下 很快的又继续上路咯 来到嘉义附近油耗18.7 到达高雄的时候油耗来到19 我们开到高雄大约花了四个半小时 下了交流到马上去加满油 加了21.45公升 加满油后的油耗显示是18.8 今天要进行车子一年的保养 完成保养了 原则上我们就是最基本的保养 预约有打9折 所以总共是4086保养的项目内容 胎压是有一点弱的 它帮我们补充到了36 还有帮我们把前面两个轮胎 跟后面两个轮胎兑换 保养人员有问我们要不要换铝合金铺板 价格是5600 因为之前没有考虑这个项目 所以就没有换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需不需要换 这次油耗的实测的状况 从台北到高雄 计算下来油耗大概是在17.4 然后上一次的油耗大约是17 这个实测当然跟每个人开车的习惯会不一样 结果就是给大家参考 不知道你们在开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 好像车子刮到的声音 有一点微弱但是听得到 而且感觉得到 有没有听到 刚刚又出现这样的声音 所以我研究了这个声音到底从哪里来 就试了很多种方式去看 后来终于让我找到原因 它其实就是在踩刹车的时候 会发出的声音 特别是可能你速度比较慢 或者是比较安静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声音 我仔细听以后发现 它比较偏向气压油压的声音 一开始不了解的时候 真的会觉得它好像是挖道的声音 可能下次去保养的时候再问一下 这么可爱 又过了半年 我还是想说 这只一辆很好开的车子 尤其是上车之后 你只要专注开车 不用去在意 灯开了没 灯关了没 或者是下雨了 我要调雨刷 雨刷要强一点 若你这些全部都是自动侦测 很舒适的开车环境 还有省去这些小动作的话 开长途车也变得比较轻松 也比较舒适 它就是一辆很好操控的车子 carplay也很好用 目前我对这辆车还是很满意 一切都还蛮符合我现在的需求 这就是我今天一年车子的油耗 以及使用分享 给大家做个参考 希望你喜欢今天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